各位靈異網友大家好 現在介紹的是Caner最新的閃燈470EX-AI 來看一下內容的配件 首先就是閃燈的部分 再來揉光照 接上去之後它可以讓 處理的曝光範圍達到14光角 再來還有就是它附的小底座 接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這樣架著 然後進行就是作為副燈 來替產品補光或是人像 那底座這邊有一個小羅牙 那470這個閃燈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內建就是自動跳燈的功能 那麼在側邊有一顆就是角度的設定按鈕 採用的是4顆3號的充電電池 這顆閃燈它的出力的範圍可以達到24-105mm這個範圍 那出力最大出力來到GN47 那它的重量是385公克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是它在自動跳燈的部分 好給我一下來介紹就是 470EX AI它的 AI-Bounce的跳燈功能 那現在接上搭配的機身是Cleaner的6D Mark II 好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先對目標 然後將上面這個波桿調至最右邊 AI-B全自動這個功能 那設定過去之後我們可以啟用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它就對前方跟上方 進行一個三角形的側光功能 那側光完成之後就可以進行拍攝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在拍攝的期間 燈頭會自動旋轉就是 不論是水平或垂直的方向 它都會自動去調整 那只是它有個限制就是當 相機的角度低於60度的時候 那按下這個啟用 AI-Bounce的啟用按鈕 它就會強制還要再低一點 它就只會往前直打還要再低一點 OK 它這時候就不能啟用跳燈功能 這是它唯一的限制 剛剛跟各位介紹這個 AI-B這個全自動功能 其實就有點接近相機的傻瓜模式 就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它都能夠執行跳燈這個功能 可是它跳燈的方式比較傳統 就是通常都是往上直打 那角度可能就是90度120或140度 那麼如果我們切到半自動模式的話 我們首先可以多了一個焦距調整的功能 在這邊 然後那如果要執行跳燈的話 那也有更多特別角度可以自己去設定 那現在調整好你要的角度之後 再按一下側邊這個 Angle Set這個功能 按下去之後這個藍燈就會停止閃爍 那麼就可以一樣執行跳燈的功能 現在示範一下 那可以看到它的閃燈角度就是 維持在我剛剛水平設定的時候一樣 那如果將上面這個波桿調回0度的話 它就會歸位往前 那其實這個時候就接近就是 像一般閃燈一樣 你可以置進任何角度去做拍攝動作 它不會受馬達的牽引 那你要快速歸位的話 其實就是切到0度 0度之後你就可以繼續調整 好 剛剛搭配的機身是6D Mark II 它是2017年的產品 那我現在手上是我自己的5D Mark III 它是2012年的產品 那各位在官網或是一些官方介紹上 可能會有看到說 470 EX AI 它是不支援2014年以前的產品 那不支援的部分是屬於全自動 那如果你接上去之後 你可以將這個波桿 不論是 現在是在半自動模式下 如果你切到全自動的話 按下 AIB 它會顯示一個XX 就是它無法支援 那雖然是這樣沒錯 可是我們可以藉著 手動去設定你想要的角度 那一樣按一下這個A No Set按鈕 按下去之後 它的藍燈已經停止閃縮 代表它已經設定完成 那這時候我一樣可以執行挑燈功能 那燈頭它一樣會自動旋轉 找到我當初設定的角度 其實是不受影響的 那只是說它的出力還是沒辦法向 A AIB 全自動 就是接上6D 馬圖這類的機身 那麼樣的準確 因為它們還是有差異的 好這邊就是 5D 3 搭上半自動的功能介紹 470 EX AI 它提供就是 光脈衝的接收功能 那我現在找來的是 600 RT 幫將它設為主控 那我現在把它接到6D 2 的機領上 那透過這個選項 我可以先將600 RT 設為光脈衝觸發的主控 那麼接著 我把 470 AI 這邊的 接收功能給開啟 那因為頻道同樣都是A 然後一樣是E頻道 那這邊按下開門之後 兩顆閃燈就會同時進行觸發 那 470 EX AI 它比較適合作為就是副燈 可能補一些光線不足的時候來做一些副燈 那麼這邊有一個就是手動的接收功能 那這個接收功能開啟之後 它就可以執行就是手動出力 有 1 2 8 分之 1 到 1 之間可以去做調整 那如果是剛剛的 比較簡單簡易的接收功能的話 它只能執行 EDTL 那有正負 3EV 的處理可以去調整 好這邊就是 470 EX AI 的接收功能的介紹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470 EX AI 它的全出力值情況下的回電速度 那現在是 AMOS 然後我將出力設為 1 1 分之 1 也就是全出力 那看一下回電速度是如何 那這邊會有一個 CHARGE 的充電的符號 就是提醒你 那在充電的過程中就是按下快門鍵是沒有用的 它不會在未回電的情況下去做處理 好它回電速度大概是 3.5 到 4 秒之間 到夜這裡 Kathryn своير是走路 Dud 같아서 ren拒絶 周圍 周圍 較快去見 感谢观看